您好,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娜娜 大家好,我是老中新闻人工智能主播娜娜 加州最佳牛排馆旧金山Nikul Steakhouse 据Taste of Home,旧金山的Nikul Steakhouse被评为加州最佳牛排馆 它位于Design District的米其林星级餐厅 其行政主厨Dustin Falcon曾是Fort Lauderdale的一名餐厅服务助理 据Nikul网站,如今,厨师Falcon将日本风味与当地食材相结合 打造出现代牛排餐厅菜单 Nikul网站说,这家牛排馆有最优质本土和A5日本和牛 肉房厨师长Per Nikul经常前往日本采购不同和牛 如香川橄榄和牛以及和牛肉干 除高品质食物,牛排馆还收藏大量葡萄酒 重点是法国和加州葡萄酒 牛排馆获得Wine Spectator最佳卓越奖 餐馆有60个座位餐厅过去4年一直拥有Michelin星级称号 我们关注下一则新闻 UCLA教授Daniel McEwan博士在一段现在疯传的TikTok视频中声称 低工资让他无家可归 这让他的许多粉丝感到震惊 McEwan在视频中说大家好 我叫Daniel,是UCLA天体物理学教授 我本学年工资只有7万元 在UCLA网站上被列为讲师的McEwan说 因为负担不起房租,他不得不搬出公寓 他说严格说,我无家可归 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我没有租约 McEwan说,他的房租是每月2500元 根据Rent Cafe,Westwood平均租金为3700元 现在,为让自己负担得起永久住所 他转向社交媒体 McEwan在接受KTLA采访时说 我要求10万元,这样我可以负担得起房租 这样我能住在洛杉矶Westwood 这样我每天都可通行到校 McEwan说,他要求他所在系的负责人为自己加薪 但被拒绝 自搬出公寓后,McEwan住在一朋友家里 同时试图弄清楚如何负担得起UCLA附近的住房 他现住在离大学几个小时路程的地方 并已将课程转到网上 他TikTok视频评论区满是支持之声 许多人质疑,如果讲师没有一份可维持生计的工资 那么他们的高昂学费去哪里呢? 你是我在UCLA最喜欢的教授 我希望这对你有用 一位评论者说 最善良、最热情、最善解人意的人 UCLA幸运有你 另一位写道 我整个夏天都是他当教授 他非常灵活和善解人意 有些人质疑为什么大学不为教授提供住房 一位评论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我做了一年兼职教授 意识到我将走向无家可归 所以我离开 根据UCLA网站 本周学生平均学费为34,667元